哈囉 OK 小歪 我是小歪 我們頻道又突破11萬訂閱了 那就按照慣例 片尾會公布抽獎辦法 結果我男是小子 啊 我看到 那這次就給兩個名額 抽一套6880跟2880的套裝吧 開局先來假裝接個電線 再假裝去街機廳來接個電線 啊 我是小子 工程師這麼快就出囉 哇 這個萌廚造型在跑的時候 還會掉落實物耶 10號是小丑是不是 看一下有沒有人在泳池呢 10號你是小丑是不是 欸 我發現我真的壓著狼麥在講話也好好笑 所以這應該是小丑吧 那萌廚這套造型也是要用抽的 保底價是103480元 因為有省錢贊助 所以我大概花58000金幣抽到的 我們現在淘汰劍已經冷卻好了 哎呀 剛剛5號跑下去來不及鎖他 10號是小丑就先把他給留著 我們來看一下監控 大家都在哪裡呢 我們去電力室那邊 電力室有很多任務 應該會有比較多人在那邊 2號過來了 那個10號小丑沒有按報告 看來是我們的盟友啊 我屬上面 10號你屬上面 刀完人就來把燈給關掉 我們層層擦肩而過耶 層層下去了層層下去了 層層下去了 刀到了層層在下面層層在下面 你們要去刀 現在關燈後 好人也比較難拍施 我隊友就更好刀了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刀到9號層層內 層層從出物間走過去 小心喔 嗯?過這麼久? 怎麼都沒有人要解電力啊? 難道工程師也掛了嗎? 還是先在街機廳前面假裝做任務好了? 我CD還剩4秒 真的都沒有人要解電力耶 那我要去找人刀囉 大家都完全不敢去解 看了9號層層了 但應該追不到 我怕他拿個警長 隨便看到我就開槍 還是先遠離他好了 從另外一邊繞上去看一下 喔!這個人是小丑 那就先不要刀 我手是誰手上面 他3號隊友在電力室的門口 沒事我CD又到了又可以刀了 去找人刀去找人刀 我可以刀 我可以刀 好險剛剛忍住 我差點就刀到10號了 欸?沉沉死了耶 漂亮喔 來啦我就知道電力室沒有三刀啦 電力室門口啦 躲在大廳的那個吧台中 然後我等狼人搭完之後 我再過去 我是工程 然後每人解我就想說一定有三刀 我就跳出來解電力 然後過去看 但我不敢跳出來 可是7號你很奇怪 你不是工程師嗎 那為什麼電力過了那麼久 你都沒解 你可以遠端解啊 我會小彩七啦 這邊黑寶阿歪 我這邊小丑拍 然後我會跟著阿歪 喔!10是小丑 那初七啊 因為剛剛沉沉有跟我說他是工程師 而且他來跳劇動給我看 所以沉沉是工程師 7號是狼 我覺得這局好人有點不利 因為狼他們三刀了 那可能小丑要幫人家喔 小丑可能幫忙出一下七 剩下的狼可能就得三四五裡面開 因為六拍師可能大概偏好 所以這邊7號訂狼牌先出七 好那就先出七號 那初聽阿歪先出七 然後我剛才都在餐廳的時候都被叫過來了 然後我跟票頭七號 然後看看警長要不要去兩年 我這邊有那個金水 所以我一定是貼好嘛 然後我剛躲在越南市那個椅子後面 看了一下熱像椅喔 酒吧人很多 電力十人也很多 然後那電力也減滿滿的 這局先票期也可以啦 然後我覺得 右半邊沒有看到一號欸 他可能都在左半邊 會不會是他是狼 你是跟他的光澤嗎 陳誠是工程的啊 不是啊 五號我就看你有沒有金水 那一號就是狼 還是我可以保一號啊 一號都沒到我 我連跟著五號好了 出七 出七 七怪怪 七號怪怪的 哈哈 剛好小丑帶風向 懷疑七號 畢竟那個電力真的結太久了 那我就順勢編出一個九號跳地洞的理由 把七號真工程師推掉啦 哇獲勝囉 水 誒也太壞了吧 好緊張 誒這也太壞了吧 我還在那裡 你在那邊亂講 我工程怎麼可能被你招 我工程師我超棒的欸 你們都在信喔 怎麼可能啊 隨便說一個死人跳地洞 真的很好用欸 畢竟死人不會說話嘛 這局跟四十當狼 這局兩個管理員 安傑跟淡仔也下來玩啦 六號跟九號他們好像說要一起走 難怪有點麻煩 四九感覺會走一起喔 如果要處理他們的話 可能就要跟隊友搞個雙刀 可是雙刀的風險就是 如果你隊友沒有補刀到 那你們雙狼就暴露了 還能快速 剛好越南市只有我們三狼 那邊人太多了 用狼麥很容易被聽到 沒關係我們現在走 現在我們的淘汰界還有一些時間 但是越南市感覺越來越多人了 不行不行不能在這邊到 好多人 太多人去走半邊去走半邊 太多人了 四號在我後面 不知道十號有沒有跟上 那餐廳的 欸警察 距離破壞還有一點時間 有人嗎 路上都沒人 酒吧酒吧來酒吧 唉唷這嚇死我了 好險二號沒有往左邊走欸 對酒吧那邊 那為什麼我們要站在這個位子呢 因為我怕髮衣還沒死 他等一下會衝過來 所以我打算等等髮衣衝過來 我就直接去拍屍體 六酒在餐廳 六酒在餐廳 好還沒刀了 趕快去酒吧那邊 門開了好緊張 不知道隊友刀了沒 二號跑過來了 從電力室那邊到酒吧的時候 我看到好像是七號有屍體 但是二號站在那旁邊 所以我有點小懷疑二號了 那八號的話我不知道他死在哪 因為我是看到七號躺在電力室跟酒吧的中間 所以二號有點懷疑 他是不是在手撕啊 我上次就被刀了 我不是在手撕 我就是看到你一直跟著我 然後我怕你撕 然後我要走過去接工物 然後就剛好你就拍屍了 對我不是在手撕 我是好人 啊我還相信我 我剛剛就被關在那個什麼餐廳 剛剛蛋仔跟那個安鳩在跑地了 他這邊午夜有泥過 我剛剛這輩子是在客房跟露田泳池的那一條走廊 有看到五號往下走 可以保五 五號不在酒吧那邊 有酒在餐廳 我剛剛經過去客房做任務的時候看到 那我也小踩一下二號 第一次通訊中段是我擠的 第二次通訊中段是我擠的 第二次通訊中段是十號擠的 然後我都拚平圖 然後我陪他打掃垃圾 然後四號經過 然後一號拍屍 那應該 然後客人就很擠 一三五吧 欸我跟六號互保嘛 那這樣就從二三五出完 然後一號喔 一號很會抗推欸 好那我們就先票二好了 先票二 那就先票二吧 然後我一開始先去月欄去刷ID卡 出來玩之後就 呃去哪 忘了 我忘記了 那這裡就先票二吧 對 狼坑很緊張 二千票二 那二千票二 那真的可能從二三五十裡面去抓 欸上了斷線 不要跑 斷線 我覺得我這個手撕的方法還不錯欸 手撕就是要跟屍體保持一點距離 像剛剛那個因為我還不能下第二刀 所以就乾脆直接自刀自保 栽贓給二號 結果我們三狼幾乎都沒有被懷疑欸 好人的狼坑直接歪到爆 我覺得我應該不會被槍到 然後我就來按個通訊中斷 所以在我後面的就是四號 那就不用擔心了 怎麼啦 你就沒被拔到 東西啊 我現在要在哪裡啊 我現在跳低洞 我現在跳低洞 我怕因為警長出了 你們要小心 四十 你們要怕來躲低洞啊 我跟四號在路邊很差 我怕他們這樣子站的話 等等警長進來就直接對他們開槍欸 欸 十號 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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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能在通訊七大吧 通訊三大可能會跑 對對對 對對對 有個五號跑進來了 可是我們CD還沒到啊 欸 好可惜 那我們先去客房那邊看看 可是我們到 沒關係 我們去客房那邊看看 怎麼不行 欸 蛤 有人斷線了是不是 白了 其實是斷線喔 嚇好了 白了 警察就是斷線我 對啦 實驗斷線 實驗斷線 還好帥喔 就是因為警長斷線 我們就莫名其妙的獲勝了 最後十一萬訂閱的抽獎方式要完全三步驟 第一 訂閱RY的頻道並按在這部影片 第二 追蹤RY的IG 最後呢在本部影片下方留言 就可以參加抽獎囉 預計會在下週二的影片公布得獎名單 那我知道因為有些小粉絲是兒童帳號可能不能留言 所以我為了你們開了一個Google表單在資訊欄 你們點進去填寫就可以參加抽獎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並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